朋友们好,12月5日,我们继续说周恩来与九一三事件 直到1971年的9月份,就是九一三事件发生前 中央中央副主席林彪的安全保卫工作的管理链条是这样的 中央警卫团的二大队,下辖三个连,人称御林军 保卫林彪的吗?御林军 直接听命于周恩来,负责林彪的现场保卫 包括毛家湾,包括他出行的沿途,包括休息地,包括墨迪迪 二大队的大队长是江作寿 江作寿的主管领导是中央警卫团的副团长张宏 张宏的顶头上司是中央警卫团的团长 中央警卫局副局长,中央办公厅的副主任张耀慈 张耀慈的直接领导是中央中央办公厅主任 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 汪东兴的直接上级,那就是中国的行政大总管周恩来 就是说,周恩来是林彪安全保卫工作的最高负责人 别看那时候林彪贵为副统帅,还写尽党章了后来的 作为接班人 但是只要他想离开北京,首先他必须的请示周恩来 一切行止要求也必须首先通报给周恩来 那么根据他的请求,周恩来会通过中央中央办公厅 然后协调空军啊,铁路啊,这个目的地啊,等各个有关的方面 制定出详尽的出行和保卫计划以后,林彪才能够动身 这就是安全保卫工作的规矩 那么9月12日晚上的10点钟左右,林痘痘向张红报告了 叶群和林彪裹的阴谋以后 林彪安全保卫工作的这个管理链条随即就开始运作了 得到林痘痘的报告以后,张红不敢怠慢了 第一时间通过电话报告给了身在北京的张耀词 张耀词呢,也不敢怠慢了 第一时间把北戴河的情况当面报告给了汪东兴 说林彪要走动,怎么办 汪东兴那就更不敢怠慢了 第一时间把林痘痘报告的情况向周恩来做了电话汇报 这个电调的过程从下到上做完了 就是说,9月12日的晚上10点左右 周恩来就在第一时间里了解到了叶群林立国当时的企图 从那时起,作为林彪安全保卫工作的最高负责人 职责所系,权力所及,周恩来必然的要在第一时间启动 并完全控制起林彪的安全保卫体系 当然就要包括山海关机场和停靠在内里的256号三差级飞机 那么接下来周恩来做了什么呢 汪东兴报告的时候,周恩来正在人民大会党领着一帮人在那开会研究这个世界人大的这个政府工作报告 那么周恩来就问了汪东兴说,情报可靠吗? 这情况可靠吗?汪东兴说,可靠 林斗的报告 于是,周恩来第一时间就要求汪东兴马上行动 命令中央警卫团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开始在中南海和钓鱼台,不港哨,架机枪,射路障,挖工室 留守北京的中央警卫团的副团长乌成吉,乌吉成 有个回忆录,把当天晚上的情况说得非常详尽 晚上十点左右,都睡觉了,被汪东兴给叫起来 然后马上就开始,他问几机,什么规格?汪东兴告诉甲机 于是就开始动作场,一直忙活到第二天早上将近天明 随后,周恩来宣布休会,回到大会堂了 开会那些人就宣布休会 然后要求与会人员一律留在会场 原地封地,封闭办公 不能对眼联络,不能够外出 当然就更不许回家了 就把这些人给封起来 布置完毕以后,周恩来自己抽身而出 在人民大使堂的东大厅开了一个小房间 接通了红机子 等通讯设施开始独自隔离办公 临机处置 这一突发的事变 接着 在其后的一个小时的时间里 历史出现了空白 周恩来进到了临时的办公室 临时的小房间以后 门一关 接下来就有了一个小时的历史空白 913事件过去这40多年了 直到现在 无论是正史也是中外的出版物 然后还是各方的档案 资料 研究的成果 9月12号晚上10点到11点之间的周恩来 就是个空白 没有任何的文字记载 哪怕之言骗语都没有 甚至周恩来本人 甚至至死也没和任何人讲过 这一个小时 他做了什么 9月12号晚上10点到11点 这是913事件的第一大悬疑 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 小房间里周恩来 进入了自己在913事件中的角色 就是在这一个小时里 一个请君入瓮的计划 在周恩来那横空出世 一个寄信之作 横空出世 那么继一个小时以后 中断了的历史重新接上了 11点左右 胸有成足的周恩来 开始和外界和别人发生关系 他的第一个电话 打给了当时的空军司令无法写 电话里的周恩来 假装不知道这个叶群母子的情况 只是问这个无法写 说你们是不是调了一架飞机 到山海关机场 吴胖说不知道 没有吧 周恩来说到底有没有 吴胖说绝对没有 我都不知道 我的司令我都不知道 周恩来说你还是查一查吧 然后把结果告诉我 第一个电话打完了 接着周恩来 第二个电话就打给了海军政委李作鹏 为什么打给李作鹏呢 因为山海关机场隶属海军 是海军航空兵武师的一个战备机场 海军司令萧进光从来都是甩手掌柜 海军的事从来都是政委 第一政委当家 那个时候就李作鹏当家了 李作鹏啊 以前 前一天说这个林彪的时候说过 这李作鹏曾经做过林彪的参谋处长 是中共党军中啊 最优秀的参谋 情报人员之一 林彪一贯要求作战参谋人员 传达上级的命令 报告上级的情况 你们一个字都不能错 这是林彪一贯的要求 一个字都不能错 那么几十年的战争生活 长期的这种军队的司令部的工作 这种精力 实力作鹏养成了极其优秀的职业习惯 接听上级电话的同时 一定先看一下表 记录一下时间 哪怕至枪林弹雨之中 也能够准确无误的记录上级的指示 那么1971年的9月12日晚上 到13日凌晨 李作鹏相关的913事件的实施 我比较相信李作鹏的记忆 因为他专业 李作鹏的记录回忆录里面写 说他接起周恩来的电话的时间是9月12日晚上11点 那么和吴法县的回忆录里记载的时间基本是一致的 吴法县李作鹏 两个人关于周恩来打电话的时间前后 第一个电话第二个电话之间的鲜接 没有任何任何的纰漏 严丝合缝 那么周恩来呢 电话里就问李作鹏 说你们上海关机场有架空军的大飞机 李作鹏说不知道啊 周恩来说你查一查 李作鹏和吴法县 什么人呢 他们跟林彪是什么关系啊 周恩来这两个电话打完 李作鹏吴法县 这两个家伙就迷迷糊糊 稀里糊涂的就被周恩来拉进来 成为了九一三事件的当事人 和九一三事件发生后的替罪样 一直到死 这两家伙也没有洗清自己身上的罪名 当然我觉得这个罪名可以用引号引起来 放下周恩来的电话 李作鹏就开始查 一查果然有 是 上海关机场停了一架空军打飞机 那他马上就向周恩来做了汇报 李作鹏的回录里说 时间是十一点十分 周恩来听罢汇报 对李作鹏做了四条指示 第一 北戴河那位要动 要飞夜航 夜航不安全 别飞了 李作鹏心里心思 总理可能不懂 其实夜航是最安全的 周恩来会不懂吗 这就李作鹏有点单纯了 在周恩来面前 周恩来会不懂夜航安全 那么个事无巨细的人 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 周恩来说如果他要飞 你就告诉上海关机场 等他到机场后 让他给我来个电话 就是说林彪 让林彪到机场以后 给周恩来来个电话 这就说明什么呢 说明周恩来此时已经知道上海关机场 可以直接和他本人做电话联系 对吧 要是他怎么能说 等林彪到了机场以后 林彪在机场给他打电话 我们还可以做这样的猜测 周恩来在此前的一个小时里 通过军委一号台和上海关机场 有过通讯联络 也未可知 那么第三条 周恩来说空军列架飞机 下一步的安排 要听我的指示 黄总长的指示 吴副总长的指示 还有你的指示 就是黄吴李 和周恩来四个人 第四条 周恩来说我已经派吴法县去西郊机场 做必要的准备 李作鹏的职业习惯 就是凡是首长来的电话 一定是首长说一句 我复述一句 边复述边记录 不能有一点的差池 你想那当年在战场上 那可都是战斗命令 你差一个字 差一个阿拉伯数字 那可能是关整个战局的成败 接受了周恩来的指示 李作鹏就开始布置了 布置这四条 空军那边 吴法县也开始插飞机了 问了一圈 问到空三十四师 就是专机师 这个师长石念堂 石念堂说情况属实 是有一架飞机在北戴河 是胡平副参谋长 吊了 吴法县听后吃了一惊 说他妈的 吊砖机必须得通过我 哎呀石念堂啊 没我的同意 连请示都没有 你就敢私派飞机 吴法县 一边骂一边觉得 这个事不太好 不太对头 马上他就找到了胡平 胡平说飞机刚检修完 试飞 吴法县说那试飞 你为什么飞到北戴河 而不是不飞到别的地方 胡平没有回答 那吴法县就命令 胡平说飞机又马上飞回北京 这个胡平报告说 这个飞机发动机故障 这个正在北戴河海关机场处理 吴法县说那飞机修好以后 让他立刻飞回北京 然后吴法县说聪明 他觉得好像不太对接近 安排完以后呢 吴炮就马上把了解到的情况 和他布置的情况 报告给了转来 说有架飞机在河海关 出故障正检修呢 检修完以后就可以飞回北京 那周恩来就告诉吴法县说 你这样出指是可以的 但是飞机修好以后返回北京的时候 除了机组人员不许带任何人 得的 吴法县马上就开始落实周恩来的指示 周恩来在十二晚上十点到十一点之间的活动记载 是一段历史空白 如果说这是九一三世间的第一大悬疑 那么他和吴法县李作鹏 联络完以后 九一三世间的第二大悬疑就接踵而至了 什么呢 十一点二十分左右 周恩来和叶群通了电话 周恩来和叶群通电话是九一三世间的第二大悬疑 这次通话是九一三世间最核心的桥段之一 事关事件性质的这个界定 那么到底是周恩来主动打电话找叶群 还是叶群主动打电话找的周恩来 这是第二大悬疑里的第一部分 关于这个问题通过来 通过这个周恩来 他一个人的一张嘴 讲出了两个版本 一个呢 是他事后跟汪东兴说的 也是被正史广泛引用的 汪东兴那本是林彪和毛泽东与林彪反共论集团斗争 那本书里就这么写 说周恩来主动给叶群打的电话 然后呢 说两个人对话是这样的 周恩来说林副主席好不好啊 叶群说林副主席很好 周恩来说 知不知道北戴河有架飞机啊 叶群说不知道啊 嗯啊 有有一架飞机 有一架砖机 是我儿子坐着来的 是他父亲说明天天气好的话 要上天转一转 周恩来说 是不是要去别的地方啊 叶群说原来想去大连 这儿的天气有些冷了 周恩来说 晚上飞行不安全啊 叶群说 我们晚上不飞 等明天早上或者上午天气好了 我们再飞 周恩来说 别飞了 不安全 一定要把气象情况掌握好 需要的话 我去北戴河看一看林彪同志 叶群说 你到北戴河来 林彪就紧张 林彪会更不安 总之 总理 不要来 等等啊 这是第一个版本 第二个版本 是张耀辞的回忆 说是叶群 听说周恩来正在调查 256号飞机 怕事情败了 为了掩盖他叛逃的企图 便主动给周恩来打了电话 于是 周恩来和叶群之间的对话 就变成这样了 叶群说 总理啊 林彪今晚上想动一动 周恩来说 是空中动啊 还是地上动啊 张耀辞回忆录里面说 周恩来亲口对他就是这么讲的 也是亲口讲 那吴法宪的回忆呢 支持了后一种 就是张耀辞的这个说法 吴法宪回忆录里记载 说周恩来后来又给他打了个电话 电话里面周恩来告诉吴法宪说 叶群刚给我来过电话 跟我请假 说副帅要到大连转转 我问他有没有调飞机 叶群说没有 说等一会儿找吴胖子 让吴胖子调飞机来 周恩来对吴法宪说 他可能很快就给你打电话 你先不要答应他 你就说你得请示我 这是两个不同的版本 那么到底谁主动打了电话 这里面就大有文章了 另外一方面 无论是谁主动的 那么根据王东兴和张耀辞 两个不同版本的各自的回忆 无论哪个版本 周恩来和叶群之间的这次通话 你来我往 内容都不过十句八句 现在我们能看到的这些回忆 或者记录 最多不过十句八句 又都出自于周恩来一人之口 都是周恩来告诉王东兴 或者告诉张耀辞的 除此之外 关于这次通话 就再也没有其他的文字记载 叶群又死无对照 十句八句对话 这是在几十秒内就可以完成的 但是根据其他各方的回忆 根据九一三事件 全过程的时间推演 周恩来和叶群之间的这次通话 实际上总共讲了十多分钟 更要命的是 放下周恩来的电话 叶群和林立果 林沛峰 就仓皇的从床上拽起了 刚刚吃过安眠药的林彪 吃过安眠药的林彪 101快跑啊 有人要来抓你了 然后一伙 夺门而出 就周恩来和叶群十多分钟电话 通完以后就发生了这一幕 那么我们就要问了 周恩来在电话里面 究竟跟叶群说了什么 能让叶群感到大祸已经临头了 然后本能一般的落荒而逃 他说什么了 那就是周恩来跟汪宗熙和张耀慈 讲的那些 除非是周恩来和叶群之间 有他们属于他们两个人的暗语 就是他十几八句里 藏了多少 杀鸡 否则的话 怎么你也看不出这十句八句里面 有什么霍从天这样的意思 看不出来 就是说 问题出在如今公之于众的几句对话之外的 那些通话内容里 无论说现在公之于众的这几句话 都是周恩来说出来的 咱们不管他是有还是没有 无论这些话说的是真还是假 不管的 反正就是在这些话之外的那些通话内容里面 那么在近十多分钟的时间里面 周恩来到底跟叶群说了什么 这是九一三事件第二大悬疑点的第二部分 那么说到这儿 九一三事件就有了两大悬疑 第一 十二号晚上十点到十一点 周恩来 周恩来做了什么 第二 周恩来和叶群同话 周恩来对叶群说了什么 我们明天继续 谢谢大家